來,我們以前的任何靈修跟靈療是分兩組 那因為今年度呢,我們來的人太多 太多的時候呢,沒有空間靈修 那我們又是一個靈修道長,沒有空間靈修 這樣子的話,我們也會不穩定 所以呢,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們原本就是有這兩組 然後慢慢的,因為人多 所以我們把靈修靈療給合併了 師尊說,靈修靈療把它合併 所以變成靈療靈修組,對不對 今年你們來學的時候,我們都是這樣講 靈療靈修 那他靈療靈修的時候,我們知道 靈老師降氣下來給我們的道清的時候 我們靈療老師是要學下直立 這件事也是,只是他更複雜一點 你要會看當下這個人的狀況 所以他更不好學 好,那靈修的話,我會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他比較有危險性 為什麼,比較有危險性 蛤,可以講出來沒關係 那是重情,站著靈洞 站著靈洞,對 還有,因為他站著靈洞 當下如果他來的是那種比較 特異的磁場的時候,不好控制 甚至他會衝來衝去 還有,有的會傷到肉體 那這樣都不是 這樣要有很好的操控來講的話 其實靈修老師也要蠻勇敢的 去處理,或是說說去代理 好,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第一個安全為主要 第一個就是安全 第二個就是說 靈修的老師 你要變成靈修老師 你的基礎一定要打穩 那我有講過,基礎要打穩 要做什麼事 你來到道場要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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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座 進座,對 坐著訓 可以的話站著訓 還有咧 服務眾生 有的到今天想說 我都有來這裡做功課 進座 然後這樣靈修、靈療都有操 可是就是有一點跳不過去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把 道場跟你分派工作去做執行 有的人是不會想執行 他會覺得我只想把自己修好 他如果沒有去服務眾生的這個 這個發願 他功德、功果力就提升不了 就考在哪 那當他開始 有願意在這個提升的時候 幫助這個眾生的時候 他功果力就會提升了 所以你們要自己去檢視您自己 做的部分有沒有哪部分 是還需要再加強的 當然你自己要用功努力 好 那 靈修課程呢 因為先佛已經有提點 有幾位道卿要來學了 好 那我是有跟廟林師姐 所謂討論一下 日後如果說要開課 可能是 共修日的早上要來開課 因為我回來時間真的很短 如果說我又下髒話 我都可能是一個月回來一次 聽說有人會跟我輪班 我也不知道 現在我還不確定 所以如果說我回來的那一個禮拜 或是說 廟林師姐來帶領大家訓體這件事 我們是有在研究的 好 因為靈兒要教 要教才會快啊 如果你有時候是在這邊現場待 然後再指導他 喔 學的很慢啦 那天使緊急事 沒辦法等了 你們急我也急 大家都很急 所以要趕快的話 就是開課最快 好 那 聖田宮的靈修 其實有他很特別的地方 那第一個我們注重的是什麼 安全啦 第二個練得健康啦 這最重要的 不然我們以前在外面跑跑 什麼意思的 像我今天 啊我以前跑林山齁 跑到無眠無力齁 跑到怎樣 現在了了去 啊我本來是很賺錢的 一開始很賺錢 不過也 了了去 現在負責 他說他現在也不會走 他說走過的那個時間 也好像就浪費掉去了 也茫茫廟廟 他幾歲了 五十五歲以下 五十一到五十五這樣 這個年紀而已 那我他就講說 啊不跑了啦 這樣子也不知道要在幹什麼 聽得很惆悵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那樣跑齁 也不知道 在跑什麼意思 他現在就說不知道在跑什麼意思 可是他當下那時候在跑 他有說 他跟我講一個重點 他說以前會去跑齁 是因為我內心有追求 我說師姐你在追求 他說我在追求 他說因為我賺很多錢啊 我當然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我賺更多的錢 追求是不是 對嘛 他這樣想也沒錯啊 因為他有這個體質 他也想要安定 所以他的追求就是說 希望我能夠在這樣的一個 跑齡三的過程讓我賺更多的錢 可是他也他也了不救耶 所以這個過程他其實現在身體 還有狀況都有一點 沒有像年輕的時候那麼好了 運勢也比較不佳了 所以他又跟我說 不要跑了啦 這樣跑齁 說實在真的還滿浪費時間 我跑了十五年 十五年 也是從三十幾歲開始跑 好那 有時候 我們聽人家的經驗 我們就自己要 有點感受 如果你現在正在跑 你要去發現說 那你這樣跑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們不就是要追求進步跟提升嗎 那追求進步跟提升的過程 要安全 要平安 因為有時候去跑的時候 回來真的是 著張氣其實是滿多的耶 身體也不好耶 很奇怪 走走的都不好 甚至回來還會跟家庭有風波 呵呵呵 這個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好 那 我們聖典宮的靈修法 今天呢 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基礎的概念 我就先帶過 那大家一起聽 如果對你們是受益的 你們就把它學起來 但是因為你們本身不是靈修老師 不需要下去帶練靈 不需要 你們就是懂那個概念就好了 好這樣這樣清楚嗎 那如果是有 仙佛點名的靈修老師 你們要記清楚一點 因為這是重點 好 來我們靈修的時候呢 有才處一個人單獨練 或是說兩個人 手手一起練 好 這個是比較 比較多的 一個人練就是仙佛磁場降下 然後呢 手手帶新手 就是靈修老師帶著 還在練習的人提升起來 那一般 我們在外面講這叫訓體 對不對 訓體 訓家 好 那我們這裡有個名詞 什麼 啊 你說 憲宗師兄你說什麼 欸 我聽不懂 啊 對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這個名詞 就是說 其實在律動的過程中 你的心是 心意識是靜的 他雖然在律動 你看到他你在動 我們看到你在動 可是你的內心是靜的 跟禪靜有關 在這個過程中去覺察 你當下的任何情緒 並去改轉 佛舞就是說 覺醒 在當下有一個自覺覺醒 律動的時候像在跳舞那種感覺嗎 那最主要就是在律動的過程中 你要去接先天磁場下來 跟你合一合體合氣 你的合一合體合氣是先天氣喔 這樣了解嗎 接你的指導引先天氣來幫助你提升 這是我們的重點 好 啟動 你要如何啟動對方 第一個啟動 林營修老師你第一個要會判斷說 他是什麼層次的人 好 你要先知道他的層次 你才能帶嗎 假設你遇到的是第四個層次 流利的白話詩句跟流利的靈歌 你要怎麼帶他 直接對戀就好了不用戴 因為他就很會啦 你就是要跟他對戀 假設你帶到的是這個 第一個層次就是沒有經驗的 在這裡起靈的 沒有經驗的 那個就是你的感呼 你如果可以把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帶到提升感呼好 而且又讓他不害怕 基礎又打得穩感呼好 那這一個靈而提升的這個功果 有沒有算你一份 有 有嗎一定有的嗎 但他還會謝謝你耶 給他安心安定 讓他提升 跟我們外面跑靈山不一樣 不一樣 好第二個 他有起靈的經驗 會動 但是他沒有跑靈山 那這一個部分就是 有跑靈山跟沒跑靈山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因為有一些靈兒 他會自發性起靈 現在的 現在的 因為 天使緊急 有的只是念念經文 他就起靈了耶 有的人只是去宗教拜拜 突然摸一天他起靈了 時間到了起靈啦 那這一種的話就是 有分有去跑靈山的那一種 那他的那一種就是會比較有經驗 跟比較有習氣 過去的那個宮廟習氣的染招會重一點 他還有一種就是 自發性起靈 但是他沒有到處跑 都沒有到處跑 但是他不會律動 會 他僅止於動 他不會唱歌 他不會開語 他都不會 他在這個這邊 好 第三個就是說 他不論有沒有去跑靈山 或是沒有跑靈山 但是他的程度是 一開啟他就已經會 唱靈歌講靈 有沒有這樣的靈兒 有耶 一啟發就 嘎嘎嘎嘎 第一天啟發就會講話了 甚至就唱歌了 他掛Turbo他很厲害 為什麼 他的靈的 過去真的學習比較高一點 比較快一點 好 他已經會到這個程度了 所以我們要先 讓你自己 懂得去判斷 你現在戴的這個靈兒是怎麼程度 再來第四個就是 很流利的程度 那個流利就是 他會一直換掉唱歌 開詩劇 好像要PK你那種感覺有沒有 聽得懂啦 就是他因為他很厲害 他已經很會唱啊 那有時候你帶練他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帶他 那如果你遇到這樣的靈兒怎麼辦 你就直接要提升你自己 然後跟他對照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不需要帶他啦 好 這個方面有沒有先概念一下 好 譬如說我們現在下去帶練 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情況 那你要有個 你自己的經驗判斷 判斷一下 他是一二三四哪一種 好啊你才知道怎麼下手嗎 喔 他剛剛有在講話 而且他會講 但是他可能不會唱歌 那你怎麼試 下指令下去 下指令下去 那下指令下去就是 開語看看 假設你發現他都沒有聲音 這個指令下去他不會講話 就是他不會開 你也不要再叫他開 那我們這邊開語會有一個方法 後面才會教 因為以前外面的 我看過有人這樣帶 來開機來 你會這樣講 你講話啊 你快講話 然後那個混蛋的人就是 我就不可以講話 就不可以講 然後他就給你搖頭你知道嗎 那帶著你又看不懂 欸啦 你的母娘叫你講話 你講話快開口 之後這個人就收假 結束 不想練了 為什麼有壓力 然後回來就會跟我說 你不要開口 一直叫我開口 要開啥啦 不知道要開啥啦 我就說 會生氣嗎 他說有一點 因為他會覺得有壓力 好 那我們帶人家訓題的時候 兩個層次 像如果沒有經驗的話 他一定會先訓題 一定是體態要先跟那個氣場相合 他才會講話 那你記得 如果他現在在練的是體態 你不要叫人家開口 為什麼 會上氣不接下氣啊 人家已經練得很重 長嘎 氣喘吁吁 你還旁邊下指定 開口來 你不要開口 他先呼吸 是不是 那林修老師要不要會看 要啊 你不會 他濾動的已經很重了 他咚咚咚 齁 他磁傷很快 還在轉轉轉 開口來 他一定不理你的啦 他心裡會嚇嚇嚇說 我先把他開口 哈哈 假設他接得到 開口的磁場 他也開不了 為什麼 他就像運動一樣 你現在問你 你現在跑跑跑跑 跑得很急的時候 你有辦法唱歌嗎 邊保譜邊唱歌 有沒有辦法 對啊 除非你有練肺活量 身體很好 不然你是唱不出來的 那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這種初期這種沒經驗 一定是先訓體訓 這個體跟 他的體態 跟他的那個磁場相合 所以他通常不會講話 各位道卿 你們現在有沒有的程度 是不是會動 但是不會講話的 請舉手 那麼多 那你們的話是怎麼辦呢 你們的話就是先努力的 坐在這邊律動 把心靜下來 那不要去想說 什麼時候要開口 什麼要開口 不要想這個 先不要想這個 因為你們想這個 就有點追求 都不要追求 你們就先練 把磁場練好來 體態練好來 那有一點年紀的到 請你做著訓 不要站起來 因為你站起來 有時候會晃啊 危險啊 很危險喔 好 這樣了解嗎 那已經會開口的道卿 講靈語了 講話了 你開始講話對不對 如果你已經開始會講話 那你就要搖音清楚 練這個講話 我們有些道卿 就是開口會講話之後 他很奇怪耶 他就都會把他憋著 那每次我們家在加持的時候 他就憋了一股氣在這邊 那他會有什麼現象 這樣子 開口來 不不不開口來 你只要開了他就不阿了嘛 他就是沒有要練 而且很奇怪 那你要自己有個念想 來開口來 因為你會開就要趕快開 讓磁場更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林修老師在看的時候也是 你發現他阿阿阿 或是 因為我現在戴口罩 沒有辦法看他嘴巴 像我們以前沒戴口罩 我會看他嘴巴在動 你就知道可能要快開靈語了 然後我們就會下一個開靈語的指令下去 讓他開靈語 這部分有沒有問題阿 沒有齁 好 這個啟動都知道了 好再下一步 第二個就是要動作引導 什麼叫動作引導 我們這邊會有幾個步伐 要教給你們聽 好 一個種就是要三川步 那你們其實靈語不用教 他們都會自己會踏 那為什麼要用教的 因為比較快 而且比較穩定 那我們當 度靈老師 老師們在戴的時候 我們就會幫你推三川步 阿這個聽懂嗎 他會有一個這樣 走三角形的一個步伐 阿其實 那個靈語齁 不用教 有的磁場一降下 他就是走那個步 Manga 可是大部分的人還是要帶動一下 那帶動的時候呢 你們不要用自己的腦筋去記 你要用自然的感覺去 去感受那個踏的感覺 而不是去記腳步 不是喔 不要看著腳步這樣踏踏踏 你踏不出來的唷 你這樣理解嗎 你一定要放輕鬆 然後知道這個步伐叫三川步 那三川步的含義是這樣 天地人 裡面 就是 在天 其實這個就是三寶 在天的話 叫日月星 在地的話 叫水火風 在我們人體叫什麼 金氣神 金氣神是什麼 元神 我們上課有講嘛 元神嘛 人要元神很重要啊 好元神好的話 你運勢就好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自然 陰性磁場的能量 就比較不會干擾你 那我們來這邊學修 就是要讓陰性磁場能量 推開我們的肉體 然後我們要增強陽性磁場的能量 一開始沒辦法 請先佛幫忙 這個請先佛先幫我們 把磁場推開 再來要靠你自己 靠你自己的話 你的金氣神方面 要如何提升陽性能量 為什麼來修 修轉過去錯誤的習慣 修轉脾氣 修轉那個不對的想法 這個都是負面能量 修轉 那你在金氣神方面 在你的深口意方面 就會慢慢的修轉為陽性能量 所以說修行的過程中 修改脾氣會有第一大功德 公是修轉自己嘛 得是利益眾生 那公是修轉自己 你的第一大功德 就是你先修改你自己 你的陽性能量自己產生 而不是都靠先佛來給你加持 假設你來到道場 都是靠先佛加持 你什麼都不想改 你回到家還是一樣 你的家人會相信你在修行嗎 不會 他會覺得你去那裡也是差不多而已 也不會相信你 那要怎麼做 慢慢的去聽課的時候 潛移默化慢慢的改做 跟自我覺察自己的狀況 那靈修的時候也是會 先佛也會這樣氣下來幫你改正 只是你要不要覺察而已 好 動作的引導 我們有大概有三種 然後最後一個我會跟你們講 就是不要去做 因為那個是有比較危險性 這個動作是三穿七星兩個 因為它是一個緩和的步伐 七星的話 男生會這樣五步踏出去 女生的話會墊腳尖踏出去 那它是一個緩和的步伐 但這個轉的話 看我們的靈兒 有的靈兒會轉 那我們通常不會要它一直轉 因為那個轉的能量磁場太大了 有時候它會飛出去 為什麼 它有個離心力 會轉的群居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還蠻多的 會轉對不對 那會轉的話 要看年紀 假設你已經有一點年紀了 那它的磁場是這樣 那你一定要告訴他 告訴你的指導靈說 轉慢一點 因為你已經不好操控 而且我們這個不能跌倒 對不對 跌倒危險 所以 最後這個我們不會去引導 大家去做 但是只是它是一個步伐 我講給你們聽 那這次靈性的步伐 它本來就有 不用教就有 對不對 有人不用教 它就自己轉起來了 因為它就是要這樣做 那個靈的磁場要這樣做 那我們在帶戀的時候 我們不會鼓勵它去做這件事 為什麼 有危險性 對 你要顧它又要帶它 等一下它又不受控怎麼辦 等一下它摔出去飛出去怎麼辦 以前我們在炫體的時候 男生顧男生女生顧女生 我們就會顧一圈 我們都是肉丟你知道嗎 那它在裡面炫炫炫炫 然後我們就會顧 然後等一下它躺到誰身上 我們都不會推 因為不能推它 因為它身上有磁場 你去碰它它會不舒服 我們就是這樣 手牽手圍起來 炫炫炫炫 那因為圍起來會空間很小 那所以通常會圍大一點 譬如說四個人 那帶著老師在講話或唱歌 後面會等下講規則 那中間在炫的人呢 他是就磁場在打轉 在接這個磁場 好 那我們就會看著他 只要他步伐順順的 那我們會暫時讓他這樣走 可是他如果是穩定的可以走 不穩定就我們會用別的方法去帶練他 這樣有了解嗎 好 因為有危險性說我們盡量 不要讓他一直這麼做 好 然後這邊會跟大家講一下 帶領者可以事先詢問 對方有沒有什麼疾病 心臟病氣喘低血糖等等 低血糖者可以吃一些有糖分的東西 你看我們裡面是不是有一串那個 糖 那個砂糖 可能過期就要丟掉 那個我看至少半三年了 為什麼會放那個你知道嗎 就是怕有些人 因為你在運動嘛 然後突然降血糖 那就是先喝一點 你真的有了解嗎 或是鹽巴 電解質 好 那你在帶領期你要先了解 這個師兄師姐他有沒有什麼病症 如果他是有心臟病 那就不建議他訓了 因為他等一下怎樣 我們沒辦法負責欸 所以我們會先了解他的病症 然後呢 如果說他是有病症 體質也比較差 靈性也比較不穩定 那就不可以站起來 不可以站起來 因為他站起來的那個變化性太大 我們沒辦法操控啊 這樣了解嗎 各位道清 你要來這邊 有空間讓 讓你自己去訓體是好 但是 有些東西要考量進去 不是說 他要怎麼走都給他走 傷害到肉體要怎麼走 這樣子不行的喔 所以我們雖然是 要交 也要跟大家講安全很重要 那 如果對方是有這個問題 像我們以前有個師兄 他剛開始來 的時候沒什麼問題 結果來共修三五年後 他心臟出問題了 出問題了 我們就建議他 都不要再混帳了 你去很多 因為他混帳起來 他會喘餒 而且他又很重 我們看到他這樣 我們會怕 你知道嗎 因為他進我師傅下來 很重 他有一次都 我倒不掉了 那他趕快收架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師兄以後都靜坐 不要混帳 然後慢慢的他當個混帳 職場就退掉了 就不要求他肉體訓了啦 齁 所以帶領者的人齁 你不要傻傻的認為說 他身體不適的現象 是因為他混帳 哇 在嘎起 在嘎 哈哈 那就 登登 這會不會看 好 帶領者千萬不要將身體不適的現象 這樣誤認為這個是靈架很重的繼續訓題 如果你真的很不清楚 要先問他的感覺 像我們在帶 或是說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那我們會看 眼神 氣色 手啊 腳 全數一起看 看他的感覺有沒有是舒暢的 最細節的看法就是 看他有沒有皺眉頭 他如果 訓訓訓 嗯 那個很奇怪的聲音出現了 好像很不舒服 趕快手拉起來 現在感覺怎樣 他說 有一點不舒服 好 趕快緩和下來 椅子後面坐一下 喘 給大家 合緩 因為他有時候不舒服 可能是負面吃上來 也有可能是身體不舒服 可不可以再加持下去 不行 好 這樣了解嗎 如果對方他是在訓 訓題就不要做靈療 沒有啦 沒有沒有這個 就是訓題就歸訓題 好 這有沒有問題 好 假設你今天喔 看到我們這個師兄姐 我們現在已經改成說 如果你想要去做靈修 你要登記對不對 都要登記 登記的是你自己主動登記的 譬如說 我有這個需求 我就去登記 然後靈修老師 靈修老師再去看 今天誰來帶練這個靈兒 把它分配一下 好 這樣清楚嗎 那有時候我們會不想練是因為 今天身體不舒服 心情不好 或說感覺不太對 我只想去靜坐 那大家就自己去判斷 因為我們現在的靈修都是登記 你要做去登記 你要去當老師也要自己去登記 所以這方面的話就是自然而然 修行長長久久也不用著急 好 第三個是靈曲的引導 要唱歌啊 為什麼要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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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一下啊 字寫太小 對 要喚起對方的靈絕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要去做靈性工作的基本功 叫做你要會講靈語 會唱靈歌 因為你基本 你總不能在帶的時候 以前有師姐跟我說 不用啊 我就開白話跟他講就好了啊 那 這個對不對 他就開白話就好了 他很會開白話 他開白話 他不唱靈歌 不知道是不會唱還是不唱 那為什麼不要都開白話 因為他其實齁 我們在講靈語的時候的磁場 是在相應他的那個靈絕 你講這個白話 是在跟這個人講 意思 他會很清楚 他會懂說 喔 你這要叫我什麼動作 好啊那我知道 對不對 我知道 我這個人知道 但是有時候你不去講靈語 他的靈的感覺磁場 就不強 不重 所以我們 當唱靈歌講靈語的時候 就是加強對方的磁場 並喚起對方的自信靈 磁場會加強 這樣他就會更有感覺 那人都會求感覺對不對 求感應嘛對不對 求感覺 求感應 你就會更有信心 所以如果今天 某師姐帶領了我 然後這個師姐帶領我的時候 我特別的相應的 特別好 我會不會特別想找他 來幫我遜體 會 這個是做口碑的啦 是不是這樣 是啊 那 過程中 你要如何 讓你自己去提升起來 很多 你要學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 這唱歌的時候 一定不要 不要太高音 因為我們 有的女生 音域比較高一點 但是你要記得 音域高 可是你要唱得很和緩跟柔和 唱慢音 很強喔 不要就是唱 吹得很快 因為當你磁場 吹得很快 對方也會跟著這個感覺 而不是很舒適 這樣你了解嗎 好 林哥林曲的引導 這樣了解的 我們來注意一下我們的環境 欸奇怪 為什麼要講環境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 會律動的道場 目前是沒有 可是未來可能會有喔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旁邊就靜坐的師兄姐呢 你腳一撈起來 你腳一撈起來吧 還在那邊搖 喔不行 不莊嚴 那呢 你就是把腳收斂起來 不想收 那你就平放著 一定不要跑出去 為什麼 因為我們腸子已經不大了 這個人律動的時候 如果他律動的大一點 他可能會走最外圍 也可能走裡面 這一個小圈圈 好 那律動的時候 請各位道慶要注意喔 假設我們 現在這個會場有人在律動 不是說這樣子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大門 先佛 這邊不是有椅子嗎 這是我們的後門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教導的 當你走路的時候 要這樣走 這樣走 為什麼要這樣繞 因為這裡有人在混體 這裡有磁場 可是喔 有些人很奇怪 人家裡面你混體 這裡也你混體 他就要這樣 欸 很奇怪 這是怎樣 他就要這樣穿過去 這樣穿過去 人家睡的人 不知道是要閃你 還是你要閃人 沒辦法 我們這場子就這麼小 兩個就在訓 你不要從這邊穿過去 這不禮貌 人家睡的時候 他可能髮子都稍微開開 人家 他都專注在那裡 待會把你打到 還是說你牽到 因為不成法器會打到你 會不會痛 會啊 因為我們會拿著法器在訓體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不行 所以當這裡有現場 是有這樣的 動藏佛舞的時候 現象的時候 幹部就要說 你沒看到我們都走旁邊嗎 我們都會走旁邊 我們帶領也是走旁邊 我們不會這樣直接穿插過去 不會 也不會這樣子 不會 那如果中間他們是在對照 這個場子都在 都在給他們運用 這裡有磁場的 你們不要這樣穿過去 不好 好 第一個腳要收斂 第二個 如果說我們旁邊 其實不是聊天的地方 我們聊天的地方在哪裡 擦水間 對 如果你真的 很想跟你的大廳講話 去擦水間講話 跟吃東西 因為現在慢慢要開放對不對 可能可以口罩拉下一下 喝個水吃個東西 那就是去擦水間喔 好 好 再來呢 再跟大家講 當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會有 杜玲的老師 吃 然後 杜玲的 被杜的倒清 生物人員 譬如說他在教 現場實務操作是這樣子 或是說我們之後共休日 生活人員在教他 然後他在帶他 對不對 形式是這樣 那我們聖連宮有一個規則 假設你看到他們正在律動 旁邊有很多人對不對 你看到什麼 你都不可以開口 譬如說 杜玲老師對他下指令說 來 玲上天命做主 激功師父 請你 將他的動作 再加持 讓他動作再大一點 這是他的指令 他聽到了 但是他做不出來 那這是杜玲老師的事 旁邊的人不要說 動作比較大 什麼事就你講啊 快點啦 那沒你的事喔 不可以講喔 這個對我們來講 叫做 尤其如果你是公開招待的主員 道清要不要講話 點點不可以講話 因為你將會影響到這個道清 你也會影響到我們杜玲老師 我們旁邊是有生活人員在帶 沒有你什麼事啊 不可以講話 那因為喔 這個曾經發生過就是 人家這個在訓題的道清是個年輕人 年輕人 那杜玲老師也還在學 還在學 然後旁邊有道清就 啊 人你說是沒有你聽了 結束之後他就來跟我說 我當下生氣了 他生氣就不想訓了 那 呃 我只能說喔 這樣子好沒關係 就經驗經驗嘛 那我們要修煉自己 我當然要這樣對他講 我們要修煉自己 可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要去跟 旁邊的外圍的道清講 你是一句話就 把他給 弄得不高興 那這這 這是他要互相嘛 你在訓題的時候 你不許讓旁邊的人 一直跟你下指導期啊 會怎麼帶 如果他再下指令給他 他沒有什麼動作 我會尊重他 如果他在帶他還看不出來 這個人有什麼動作 我們會排旁邊 假設今天是妙熙在帶 帶道清 我會到妙熙的耳朵旁邊 跟他下指令 下給妙熙 下給他 他用不用 我尊重他 他可用他也可以不用 因為我尊重他 身上有先佛 是不是代價代價代價 那是要尊重一下 所以在我們道場 你會看我們在訓題 就真的有這樣的場次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不會說話 就看而已 你就看 然後放在心裡 絕對不可以說 對啦 你看得比較酷的啦 比較大聲的啦 那你是不是指導引導 你是不是那個杜林老師 不是 這個我們會管 就是不可以 你都旁邊的人都不要講話 你就是看就好了 也不要講得太大聲 你太大聲會被人家聽到 會影響人家的情緒 這就是我們這裡的規矩 為什麼要這樣管 這樣管有什麼好處 場子才不會亂 如果呢 大家這裡一句 那裡一句 那邊又一句 到底要聽誰的 當下在訓的那個人 都不知道要聽誰的 我們都還在修 我們七情六運 還會煩躁嘛 那我們不要做這種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邊 第一個規矩 有沒有不清楚的地方 有沒有 好 再來齁 我們來講收價 好 收價的話 你要再回歸來看這幾個點 沒有經驗的 有一點經驗的 到這個 好 大概這三個種齁 層次的人 收價都要有一點時間 我有計算過大概五分鐘 從你下指令 到他整個完全收價 有的甚至更長七八分鐘 那 因為這個場次你要留給別人 所以我們通常會 下了收價指令 他腳部收斂之後 你要怎麼看他真的完全收價 就是收斂腳部 然後眼神 眼神 這樣會不會判斷 應該會 你自己收價是什麼感覺都知道 什麼叫收到很清楚 知道 所以當你要去收 收價別人的時候 先下指令 然後看始他動作會和緩下來 法器先收出去 因為法器還握著的話 他尺長還在 他會一直搖 所以我們會怎樣 收價的時候先收法器 好 收法器之前的動作是 第一個先下收價指令 請學院上 武器高姆簽命做主 來請觀音佛母 慢慢的收價 這個是不是靈療的時候就這樣 就這個指令 慢慢的收價 好 今天我們靈兒的功課圓滿了 日後他會認真的再來學習 好 慢慢收價 好 你這樣講國語 他是不是有聽得到 你要不要再吹靈語 先不要 因為有時候吹靈語 他又又架下來 好 收斂 收斂 好 好 跟他的指導靈說 來 好 沒有 那我跟你們講 你們在收法器的時候 不要去搶人家的法器 有的道經很急 他這裡還在晃你知道嗎 啾抽走 我看了會傻眼 他這還在晃 對我是下收價指令沒有錯 可是他是不是還在晃 他浮承還在動 或是浮承會拿成這樣 對不對 因為他在收斂他的腳步 然後那個法器 咻抽走 你抽抽 你被抽抽看 你會覺得 那這樣 不禮貌 擠什麼 人家都不擠你擠什麼 那旁邊的道經事要注意一下 這是屬於環境注意的部分 反正下了收價指令之後 你就等待他 等待他 那我們通常會講說 來 譬如說 不想再練 要收腳 請你把法器拿出來 那他聽到對不對 他會這樣推出來 這時候才去收 才再抽 在 快啊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餒 下了那個收價指令之後 旁邊那個道經開始 開始在那邊一直接 你可不可以等一下 你急什麼 為什麼個性要那麼急躁 人家還沒有要退價 是有剛下退價指令 可是我剛剛講 有的人退價要那麼久 快的話 一分鐘兩分鐘 像我們 退的話就是 有個 退的那個手勢 啊對 跟你們講退價 以下的一個指令之後 這個人會有個現象 就是他又有收價的動作 這裡你也可以觀察 然後他會收斂對不對 然後收法器 氣 那你自己在想 你自己在蹤嘎的時候 不是也是這樣嗎 所以當你是杜靈老師的時候 你不要那麼急躁 還有道清不要急躁 不要很著急 趕快把他哪些法器收起來 因為我常看到這樣 不要 哇 用尊重對方 好 他會有收價的動作 然後我們先收法器 然後收價的動作收起來 好 他就收斂腳步了 然後合環到那個腳步 欸 停下來了 他會不會在喘 會 通常會很喘 還在喘還在喘的時候 請他到旁邊 用靜坐的方法退價 大概坐一下10分鐘 這是一個最 你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因為這樣退價是最安全 而且是最舒暢 因為會完全的把架給推開 不會把架帶回家 你們有沒有把架帶回家過 沒有 那你們不錯喔 都沒有把架帶回家 還是說帶回家也不自知 那就欸 欸 我不知道我把架帶回家 反正我天天都幫幫的 好 如果你有把架帶回家 他就幫幫幫的 你也覺得說 怎麼很不穿帶啊 怪怪 像我們之前有個師姐 好幾年 七八年了 他剛開始來練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他架很重 然後之後 關於佛母轉技工師傅 架更重 然後 練了一陣子之後 他跟我說 妙真 怎麼辦 我現在在上班 我說怎麼了 我覺得我沒辦法上班 我說蛤 我覺得齁 想說在我這邊欸 他不知道怎麼上班 他還沒有晃 我就說 欸 你昨天是不是有混感 他說 對啊 那我說那你有沒有收 他說 有啊 我有收啊 不過因為我昨天急著回去 所以我就沒有辭假 我就趕快咻咻 然後就回家 包包包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嘛 上班的時候他就覺得他站在那邊 因為他是一個要站著的服務業 他站在那邊他就覺得 奇怪今天怎麼特別暈 好 那我就跟他說 好你趕快 趕快講一下 趕快講一下 退假 然後 因為他那時候星期三有來共修 他星期三來的時候 趕快訓假 再好好的再退一次 那我跟他講 照著這個再做一遍 然後去靜桌10分鐘 喔 他就學到了 他之後都這麼做 之後就越練越穩 越練越穩 他售價時間從七八分鐘 售到五分鐘 售到三分鐘 售到一分鐘 那就穩定啦 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沒有把假帶回家了 好 那這也是一個現象 那因為這個現象 就是從我們的經驗值而來的 因為有些稻青 他需要靈修的需求 但是呢 沒有好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在跟你講一個好的方法 讓你修的平安 修的健康 修的穩定 你的靈緣穩定 你就不會害怕嗎 我們這裡有老師在帶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的問題沒得解決 我們會告訴你一個正確的方法 那有問題你就要告訴我們 我才知道說怎麼幫你 好這樣有沒有清楚 好 那你們自己在退嫁的時候 就是你個人 如果你在被人家帶戀 你切不可用意念直接退嫁 不要 就表示你滿急躁的 你不要用念頭直接退喔 不要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呢 好 那到整個結束 好那眼神的話就是 你打開就是沒有霧霧的 或是你代嫁其實會有一點 眼睛想眯起來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齁 就是怎麼判斷就是看這一些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很好 好 這些觀念就是最基礎的喔 好 後續如果我們真的有開課 好 我們會做實際的操作 操作 好 因為食物操作真的是比較重要啦 阿觀念 會比較知道說自己在學什麼 或是說你自己在訓體的時候 你要做到什麼重點 好 那訓體的時候咧 杜靈老師你要拿法器 然後訓體的人最好也給他拿法器 因為法器他就是會有磁場會帶動 有沒有清楚 跟我們做靈癮聊一樣 都要拿法器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單子比較少喔 所以課會久一點喔 好 大家可能腳痴比較少 我來跟你們說唱歌的事情 我們那個不是有PO很多的歌曲嗎 對不對 那你們在學習的時候 基礎不是要先學個一兩首嗎 那你們在聽的時候先練唱一首 熟練 那來到這邊學習的時候 鄰駕磁場帶下來的時候 依當下的那個律動 感覺是哪一首歌就直接出來 不要再去想說 我在家裡是唱那一條呢 我要去唱那一首 你唱不出來 因為當下你的磁場沒有那一首 這樣了解嗎 因為我們是要 零的磁場要會那首歌 不然唱不出來 對不對 對齁 那我之前是有教一些歌 好 那我現在要教快一點 像昨天我就先教幾首 這裡有幾首 十一首 十一首 看今天時日都可不可以要唱完 不然來我會選很短的 好 五母獅子琴 有沒有聽過 唱了就知道啦 唱就知道 歌都是一樣的 你就重複而已 這首叫五母獅子琴 會不會唱會唱的人可以唱 有沒有人會這個調 迷茫的看著我 好我唱一遍給你們聽喔 欸會唱的要不要唱一下 會唱的 師姐 可以站起來 有沒有人會唱 不要 不知道 不曉得 好唱給你們聽 唱的時候齁 林哥第一個就是起音抓掉很重要 然後呢你在教別人的時候 你的聲音 不要 太高 不要太高啦 如果你要叫人家跟你的調的話 不要太高 因為你要看他的那個音頻 夠不夠呢 因為如果太高他沒辦法接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在教人家唱的話 在地外調啦 然後你就唱很高音 他怎麼跟啊 他唱不出來的 好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起音抓掉 好 這首歌 字詞會比較長一點喔 當初奔走 我找到 不好意思 再低一點 當初奔走 好 對就這樣唱 這樣會不會 起音抓掉 起音抓掉 前面要先 先對喔 好 好第二首 這首會不會 這首叫過 齒母下凡 舊靈兒 這首很少人在唱 真的 大家都很少唱 可是 以前因為我們有常在練 所以這首 我們一聽就會知道在唱這個 這首歌 好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個調 後面都一樣 好 這一首 我跟你講唱的時候調一定要慢 那你們剛才在學的時候 先熟練他 你們可能會唱得快一點 可是當你在做 幫人家做靈療 或是在帶練靈修 你們一定要慢慢唱 好 唱給你們聽 唱歌 唱歌 一首歌 一首歌 唱歌 火屋 唱歌 唱歌 好这一首如果你认真唱 他磁场很容易下来 因为这首的磁场很强 他除了好听以外 他磁场很强 有没有感觉 有喔 我们以前在学这个 因为师傅有教我们唱林歌 以前的影片 教后面大家哭成一团 因为那时候我在录影 我就觉得傻眼 大家都在哭 大家都在臭卫生纸 好那我们再来唱 十几母转连台 表年哈喚 祝累地 喚起哩怒 怀哮起 拉高音 江江旺溫溫 掖向你 出事悔究 太高了 出事悔究 妙怡 有時候他那個拉高掉的時候 騎頭不要太高 不然你就上不去了 這首有沒有聽過 這首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他用那個是是非非何時了 有一首詩喔 有沒有聽過 我看一下後面有沒有 沒有耶 好 那這首比較長的話 就是會這樣唱 是是非非何時了 緩緩緩緩緩 至少我就後第三段拉高音 緩緩緩緩一條路 緩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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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 好 唱給你們聽 世王經廟 求世夢 王廟聽 聽 苦心放 王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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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這首大家都會 這首怎麼大家都會呢 好厲害 會齁 來 你們親唱 來 一 二 三 只下無愛 只下無 只心情 已達到走 再慢一點 我自己鼓掌耶 好不好 唱得很好 很簡單啊 其實比較熟的你們都會耶 還是都有聽到人家在唱 這是我學的第一首歌 就搖池 金母 杜化玲子台 他就是一個長頭詩 知不知道這一首 無極搖池 西王 金母 大天尊 杜化玲子台 這首歌我 這是我第一次學的 第一首 第一首我就學這一首 你知道多難學嗎 因為那時候 我們那個 那時候的老師就丟給我一張 來 月琳回去練唱 嗯 這我都會啊 幹嘛練 心裡還蠻 因為我就會唱歌的人啊 心裡 就覺得 我必須要學這個 就把他丟到我的書桌 我都不理他 結果有一次 來這邊訓題的時候 我想說 那天那個老師 這樣子跟我說 那我們來唱一下 欸 我的靈不會唱 唱不出來 呃 怎麼唱就 呃 唱不出來 喔 神氣 回到家靜座的時候 怎麼會唱 你怎麼會唱 他說我不會唱啊 我說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濟光師傅的家 濟光師傅說 你人會唱 可是你靈不會唱 蛤 還有這種事喔 蛤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你們在家裡練的時候 是你人在唱對不對 你很會唱 可是你來到這裡 你要放開 不要去用頭腦記 那因為我們以前在學的時候 有師姐怎麼做 你知道嗎 把整首背起來 肚靈的時候 用這樣背的肚 喔 這樣是絕對不行的 因為他不會失句 他用背的 你知道嗎 結果如果這個人正在帶動 這個人是會詩句 他帶動出他的詩句 他怎麼唱都是 生的王金廟 都一樣 然後這個人在對詩句 他還一樣 生的王金廟 整頂子 那你就覺得 欸 奇怪 這個人用背 這個人是開那個 自然的詩句 有沒有 還是會對起來有沒有 你聽我怎麼怪怪的 因為他是用背的 他用 呃 這個 這個 重複一直對那個人唱 那那個人已經在講 別的東西 他還 還在講這個 那因為我們整場 就十五二十分鐘 那我們聽的時候 就覺得 欸 很難 很怪 那才知道說 喔 那師姐用背的 所以提醒各位 不要背 你們只要會抓掉 就好了 好不好 那個 林哥自己帶動去 給他唱出來 那慢慢你進步 就會唱 詩句了 絕對不要用背的 因為你用背的 會卡住 你在這邊 肚靈會肚到一半卡住 怎麼辦 你會很挫敗 好 這首會不會唱 嗯 怎麼好多調 蛤 開調 開調 來 先進一下 來聽一下 好 無上萬年 萬哪四代 叫路 小風情花開 搖兜令 主工啊 萬來 在水球 兩百風呆 這樣是嗎 小風金廟 萬哪四代 我世開 王位團哈都將代 既人世連 火救我平開 妙驚連 心動 修大 好 這首就適合台語的 因為他就開台開台的押韻 這首我都聽過 有 對啊 很簡單 好 這首就適合台語的 看你們還有別的首嗎 大概就沒有了耶 我們唱完了耶 大抵上是這樣 因為當然還有別的啦 然後最近有師兄姐問我說 可不可以唱國語 可以 你能唱你就唱 因為後面你看 我上次在課程講過 我是65年次的 我上面有 三四五年級生 我下面的同學們是幾歲 八十都來修了耶 八十年次的有沒有 有一個 八十年次都來修了 然後 那他們就跟我說 師姐我可以唱國語嗎 我說 嗯 那個台語我聽不懂 我不會講 你還叫我唱就有點難 而且他們那個年代沒有聽過歌仔戲 對不對 他們那個年代怎麼會聽歌仔戲 他哪一天唱周杰倫就已經很厲害了 是不是 哪一天他唱青花詞都有耶 有沒有可能啊 我當然是這也是笑話啦 講給大家笑一笑 可是其實是世代在轉變 對不對 像我 因為我還有學 我有看過這個歌仔戲曲調 我來學還可以 再往下的那個七十幾年次 哦七十幾年次還可以 可是八十幾年次 九十幾年次的那些靈兒 我跟你說沒辦法耶 師姐我可以唱國語嗎 可以 你能唱您唱 那現在有一次 我們這裡的道慶有來 有從香港來的耶 有一次那天我在幫他做那個歸意的時候 他就顯夜 我一直要講 我要講的是我熟練的台語 可是不行因為他聽不懂 結果我就告訴自己說 不行一定要趕快轉國語 結果我轉國語的時候 結果我不會練到 因為我要下子力 不記得我沒有 不記得我沒有聽錯 然後我就 因為我下 我的熟練的是台語啊 那我想 還是要講一下國語 因為他人如果聽不懂 因為他已經 那時候那個 頭痛 如果我講台語 他一樣繼續痛 那我又不能催淋雨下去 因為他會更激烈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 講國語 趕快說國語就對了 好 那我們現在在場的人 如果你們聽到未來的道清 他們唱的是國語也可以喔 你們不要就是 你來唱國語 他們給你唱樂語就不錯了 其實我們這個是 依地區而論嘛 譬如說人家國外的基督教 他們不是唱那個 一樣道理啊 我們是這個區域的 當然就唱我們 這個區域熟悉的 下一個世代的小孩 是不是會唱 他們自己的調 有沒有可能 其實有可能 因為一直來一直再下去 就真的有可能 所以有的大清跟我說 聽到唱國語的調 我說沒關係 你只要能夠唱 帶動去唱 沒那麼多規範 因為重點是喚醒靈絕嘛 是不是 像我上次不知道帶誰 做加持的時候 加持的時候 那是帶著鄰家 大家 呃 共秀大清帶著鄰家 他就呃呃呃 然後母娘就說 來開口來 要唱歌給他唱喔 我講的是台語對不對 你知道他唱什麼嗎 蛤 唱英文 蛤 英文 不不不不不 哈哈哈哈 他不是唱英文 唱海一生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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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懂了 我就 在家旗 唱得真好 都受不成 非常好 他唱的不是台語喔 他唱唱海一生笑喔 然後我就說 唱得非常好 那他的靈絕是這樣子啊 你能怪他嗎 他有錯嗎 沒有 沒有 那以前我們在對戀靈的時候 我們大清在跟我們對戀靈的時候 我希望有時候 我們的大清提升到 可以跟我們對戀靈 那很棒 齁 提升起來 然後我們來對戀 那是很好的 我們在對戀的時候 我們大清唱什麼 你知道 因為他也不太會 台語 然後呢 他唱什麼呢 那因為 我們在對戀的時候就是 呃 當你是對戀的時候 要互為主 互為父 有時候他帶頭 有時候你帶頭 那要有一種默契在 那你在對戀起來的時候 磁場會很好 好 對戀就是另外一個 不是鍍靈 要一個被鍍囉 就不是囉 是兩個都是主 兩個都要互相去對戀 喔 腳步手勢行事 喔 這類都要 還有歌詞 還有你唱什麼調 我要會跟 即便我不會跟 但我的磁場跟你接續 也可以 去有對照的感覺 喔他唱什麼 剛剛認識滄海一生笑嗎 啊他唱上海灘 啊 那我就跟他的調 上來看看怎麼唱 嗯 對 哈哈哈哈 可是我們對的時候很嚴肅喔 我是 就是 他的曲 他的曲調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在律動嗎 因為仙佛帶著下律動 我一聽到喔 他唱的是這個 我們就跟 就接 那磁場就接下來 我來跟他的調 當然我還是唱我的台語調 因為我比較熟悉的是台語 可是他換調的時候 我可以跟他的調 那磁場接應就會很順暢 好 靈性的世界大家要多了解一下 不要有太多人的規範在 那你要多了解一點 你的心胸才會寬廣 沒有一定是 這樣或那樣 沒有什麼對或錯 沒有沒有 他當下磁場接下 他很順暢 那就OK了 沒有什麼 一定要照著什麼方法 欸你怎麼會唱這個 這樣不對喔 那只有我們在做 那個領導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開尾有講一個就是 盡量唱母娘調 跟激功調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的主軸是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唱這個是 比較主軸 主軸喔 齁 那我現在講給你們聽是說 可能未來有這樣的 靈兒會唱不一樣的調 可是你們不可以這個為主軸 你不要今天我上課說 可以唱上海灘 你們天天唱上海灘 這個不是主軸 這樣了解嗎 齁 你們還是要唱這個調 啊激功調是哪個調 激功調叫南山調 他的台語的那個 閩南語的曲牌 那個歌仔戲曲牌 你叫南山調 mush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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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就是這個調 這樣知道 齁 盡量唱這個調 盡量唱這個七字的調 這是七字的調 這是七字的調 對不對 好 以這個為主軸去唱 這樣了解嗎 齁 那不要用 听得懂吗 用灵语在念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不要 因为那个 不是我们圣灵宫的方法 第一个 我们为了要唤起他的灵诀 而不是用灵语的念经念诵法 因为其实外面法会场有这个 我看过 我在网路上有看过 他们在拜教嘛 拜教的时候开始做普渡嘛 渡化嘛 普渡无形的众生 开始念那个灵语 念经的时候是用灵语在念喔 那那个的话 跟我们这样的做法 是不佛合道 不佛合道 你是在度化他的灵吗 他 那个意义不同啊 那不要把那样的一个方式习惯 放在我们的灵修的 跟灵疗的场次 这个不要 所以为什么要回归在七字的母娘调 激功调的这个声音里面 这样有没有理解 有齁 有齁 有理解齁 好 其实歌曲也没有很多 就是齁 也利用这个时间就是带动一下 如果你们可以听一下那个直播 如果你真的是想学某一曲的话 那以前有师姐跟我说 那个人唱的学跟那个听音乐学不大一样 我觉得我不太懂 为什么不大一样 他有跟我说 人去唱的他觉得学的比较快 现场灵场唱他觉得学的比较快 哦 那这就是我们道清的需求 那我就做 不然我其实我都是听那个音乐学的 我没有说灵场这样学 比较少 好 那没关系 主要就是要让他进步快一点 用任何方法 赶快让自己进步 那今天有唱这些歌曲 那你自己去感觉 你想学哪一首 先固定哪一首先学 然后来到我们道场呢 赶快功课做 静坐 混帖 坐在混帖 帮不重生 呵呵 啊我们就拿先起来 做好一个准备 因为板桥道场呢 来的这个道清很多 统计到目前为止 好像有155个新进道清耶 很多人耶 台南也差不多 这样台南跟板桥加起来 就快300人了耶 那那么多人的状况下 我们要怎么把组织强化 然后各干部提升起来 再来帮助我们未来的有缘众生 是不是 对啊大家都很重要 所以这部分的话 慢慢的去调整 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我们今天课要上到这 谢谢 好 下课里 各位挑衅 全体核杂 反安无极老母 天命慈飞 行三敬礼 一敬礼 二敬礼 满敬礼 反安秘乐主持 同时